好 大家好 很高兴 我们很高兴大家参与本次活动 我们也非常荣幸再次 请到了袁腾飞老师给大家分享 俄乌的前世今生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袁腾飞老师 好 大家好 特别高兴 大家又来听我的节目 就是因为最近俄罗斯跟乌克兰打的是热火朝天 关于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是非取直 我想国际自由定论 那么咱们大家都知道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理由 就是说这个乌克兰原来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特别是这个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被称为这个罗斯诸城之母 因为这个俄罗斯是这个蒙古人翻译它的这个名字的时候 然后蒙古人喜欢在这个所有的字母前面加上一个原音 所以才翻译成俄罗斯 其实它真名就是罗斯 它真名就应该叫罗斯 所以那个白俄罗斯它不是那个改自己的这个汉语国名就叫白罗斯 不是白俄罗斯 你看那个英文Russian 它也就是罗斯的意思 Russian没有那个俄这个音 没有俄这个音 咱们过去这个 因为这个历史上往西伯利亚什么这个地方扩张的这些个俄国流氓们 他们曾经吃过人 就是那个波亚科夫匪方吃过人 所以在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印象当中 他们就是一帮吃人的恶鬼啊 所以呢咱们就网他们叫罗煞人 正好跟他这个 比如他这个英文那个发音Russian 那就很像Russian很像罗煞 罗煞鬼 所以这个俄罗斯呢 它实际上就是因为在这个罗斯前面蒙古人给加了个原音 加了一个原音字母 所以以后呢甭管是这个清朝啊还是民国呀 基本翻译的时候就照着这个蒙古人的这个翻译 给这么翻译过来 最早这个蒙古人翻译的时候 他翻译成沃罗斯 沃玄的那个沃啊 后来呢又翻译成俄罗斯 是吧 那么呃 俄罗斯跟罗斯其实就是一回事啊 所以呢 这个乌克兰的基辅呢 就首都基辅被称为这个罗斯诸城之母啊 那么这个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啊 到底是这个什么关系啊 所以呢 这个是这个呢 这个问题呢今天咱们就主要就是想讲讲啊 这个问题啊 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关系啊 还有呢就是其实就简单的回顾一下俄罗斯跟乌克兰共同拥有的历史啊 把这个问题简单回复一下啊 首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呃就是说俄罗斯也好 乌克兰也好 白俄罗斯也好 啊就这三个国家啊就俄白乌这三个国家啊是属于这个东斯拉夫人建立的国家啊就是呃前苏联帝国啊一共有15个加盟共和国构成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中亚呢五个斯坦啊中亚五个斯坦啊塔吉克属于这个波斯人的呃这个序系统啊就是他的语言也接近于波斯人然后土空曼啊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和这个哈萨克是突厥是突厥的 人啊是突厥人然后呢高加索三国亚美尼亚这是这个呃就是很古老的一支这个最早号称是最早信仰基督教的王国随到今天的那个亚美尼亚的教会记忆它是一个独立的教会那我们都说这个呃这个广义的天主教就是耶稣信仰的宗教他实际上是由五大教派构成的啊天主教新教那然后东正教那然后这个 这个科普特教会科普特教会就是非洲的那你比如说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他就是科普特教会信徒还有呢就是亚美尼亚教会啊他是五大教会构成那么这个这个亚美尼亚他是一个独立的这个欧洲的王国啊就是咱们中国历史上呢呃元朝的时候就有亚美尼亚人在中国当兵被称为阿肃军那就是战斗力很强悍的呢阿肃军甚至是成为这个元朝皇室的禁卑军那然后呢你看亚美尼亚这是 信仰基督这个这个就是耶稣信仰的啊然后这个格鲁吉亚也是啊格鲁吉亚也是阿塞拜疆这是典型的这个独学人啊他国旗什么跟土耳其都很像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这是高加索三国那然后呢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这不用说了信仰天主教的啊这个这个波罗的海的土著民族啊这个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这跟苏联是最最最不合拍的啊 远远的离去加入欧盟加入北约是最恨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仇啊这跟援助乌克兰最起劲的就是波兰和这个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吗这是最最最起劲的另外呢这个就是这个一个原来从罗马尼亚歌帐出去的那摩尔多瓦几乎毫无存在感啊然后主体三国就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啊他们是都属于斯拉夫人啊那么这个斯拉夫人大家知道呢这英语呢这个就是 就是奴隶的意思啊就是实际上就是原来欧洲的主体民族啊这个甭管是这个希腊人呢还是拉丁人呢就很看不起他们未开化啊这个野蛮人啊只配给我们做奴隶啊所以呢就管他们叫这个就起了这么一个名字斯拉夫人他实际上是奴隶的意思啊那么斯拉夫人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由于这个地理的阻隔啊由于文化的不同逐渐就形成了三支啊大家看一下图一 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八到九世纪的时候呢这斯拉夫人呢就逐渐分成了这么三支啊这三支呢分别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东斯拉夫西斯拉夫和南斯拉夫啊没有北斯拉夫啊东斯拉夫呢就是主要就是今天的这个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三国是这个东斯拉夫 西斯拉夫人啊西斯拉夫人呢就是今天的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啊这属于这个西斯拉夫人啊那么这个西斯拉夫人呢可以讲呢是嗯就是从这个文化上啊什么这些东西呢是最普斯拉夫的啊因为这个西斯拉夫人呢普遍信仰呢是罗马天主教而不是这个拜占庭的东正教呢他们是天主教信徒包括他们的文字也是用拉丁字母 而不是用的这个斯拉夫人的西里尔字母在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啊创立的这个西里尔字母他们用的是拉丁字母 另外呢这个呃特别是这个捷克斯洛伐克啊捷克和斯洛伐克因为他这个特别是捷克因为他长期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版图啊就是那会叫波西米亚嘛啊捷克叫波西米亚啊 波西米亚的国王还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七大选王侯之一到最后呢你要想成为神罗的皇帝必须得先兼任波西米亚国王 所以呢就捷克啊就是已经严重德意志化了啊他那在从中世纪开始他就是神罗的一部分所以他已经特别严重的这个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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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的这个德意志化呢 所以其实在捷克说德语很多人能懂啊但是那个嗯你最好别说因为他毕竟被德国占领了可能有这个有这个忌讳啊有这个忌讳但是呢就是很多人其实能懂的啊 因为他这个等于德语在那个点使用的这个历史呢他不是不是光纳粹占领的时候的那个那个历史了 他很长都在那个那个地方使用他历史上就属于奥奥匈帝国那再往上倒属于神圣罗马帝国是吧 所以他的这个呃就是严重德意志化的这个西斯拉夫人啊包括波兰呀斯洛伐克都有点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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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劲头是吧 然后南斯拉夫呢那就是原来有一个国家叫南斯拉夫后来一分为五一分为六啊一分为七就分的更多了啊 你比如说像斯洛文尼亚啊像克罗地亚啊像黑山像北马其顿啊像塞尔维亚这都属于这个呃就是南斯拉夫民族啊南斯拉夫民族啊 所以呢斯拉夫人他在这个迁徙的过程当中啊由于这个地理环境的阻隔 因为东欧呢都是大平原但是他有很多沼泽啊你像著名的就是那个普利皮亚纪沼泽是吧 为什么这个呃你打俄罗斯你都要兵分三路一路指向圣彼得堡一路莫斯科一路乌克兰啊为什么要兵分三路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有这些沼泽的阻拦啊不不便于这个军队的通过啊 所以他才要是分三路啊不能不能直接奔一路去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斯拉夫人一分为三啊 最纯正的斯拉夫人那应该就是东斯拉夫和南斯拉夫 但是南斯拉夫呢因为他啊还有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也属于南斯拉夫人啊 但是呢因为这个南斯拉夫人呢他没有没有什么存在感在历史上呢不是特别赫赫有名 除了保加利亚人啊建立过这个历史上的这个第一保加利亚第二保加利亚帝国啊 这个沙皇西美昂还打败过那个拜占庭帝国其他的时候他没有什么存在感啊 特别到近代以来啊南斯拉夫呢基本就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了 所以这个前南境内才有那个穆斯林啊 你像那个包括科索沃啊现在久多个国家承认他独立了啊 包括科索沃包括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啊就是波黑的这个穆斯林 他们是怎么来的 其实他们就是斯拉夫人 因为被这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了之后 他们信仰了伊斯兰教所以呢 他们就变成了穆族所谓的穆族啊就跟中国的回族一样啊就是因为他信仰这个宗教信仰回教 所以他就被称为回族就这个意思啊 所以这个呃南斯拉夫人呢就不如东斯拉夫人在近代以来就不如这个东斯拉夫人有存在的啊 因此呢这个俄白乌这三国啊他们是构成了东斯拉夫人的这个主体啊 那么东斯拉夫人呢最早的国家啊他就把这个首都的定在了基辅啊 所以呢这个国家呢就被称为基辅罗斯啊 田建放图二 你们放一下图二啊就被称为这个基辅罗斯啊 这个基辅罗斯他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特别有意思啊特别有意思 这个原来呢东斯拉夫人呢都是一堆这个小的呃这个就是部落啊小的部落啊 在这个部落的这个互相呃征伐呀此消彼长啊这个过程当中啊 他们觉得呢自己呢应该建立一个国家啊 于是呢他们这些个部落啊就开始联合准备建立一个国家啊 但是呢这个建立国家呢他就有一个问题了 你这么多部落啊你都要这个建立这个国家的话啊 这些部落联合就要建立国家选谁当头呢啊 选谁当头呢啊 那么这个你你你这个选谁当头这个就出现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选谁当头别人都不服是吧 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干脆啊 咱们就选一个嗯咱们之外的人去当头啊 而且这个人呢一定要很牛逼啊 要有这个呃有这个影响力啊就是说出来呢啊 大家都这个都知道啊都知道这个人啊 所以这个人呢一定要来自一个很强悍的部族呢 你咱们那个斯拉夫人历史上都是被人抓作奴隶的呢 咱们斯拉夫人就是不强悍啊没有人拿咱当回事啊 除了这个呃 东方某大国把我们叫做战斗民族之外啊 其他没人搭理我们觉得我们不灵啊 所以我们要找一个很强悍的这么一个大的这个民族的人啊 那当时的欧洲哪个民族的人最强悍啊 哪个民族的人最牛啊 那自然就是维京人这大家都熟悉的北欧海盗啊 维京人啊 他们在什么丹麦啊挪威啊什么这个瑞典啊 都建立自己的国家 而且呢征服了这个英格兰 在英格兰还建立了很多这个小的王国 英格兰的七王国除了这个这个呃 最最北方的这个这个这个一个国家之外 剩下的六个全部被这个维京人征服了 而这维京人还在法国沿岸啊 打的法国国王无力招架 最后被迫把这个诺曼底这个地方啊 把这个阿基坦这些地方都分给维京人 让他们建立公国啊 所以我这维京人太厉害了 那咱们刚才就请个维京人来当咱们的头发啊 正好这个维京人呢 他也是沿着这个地涅薄河南下啊 要去黑海里边经商 就维京人不光是海盗 他还是商人啊 这个海盗跟商人呢 在这个中世纪以前啊 在上古时期 他实际上就是一而二二而死二而一的关系啊 我能卖东西的时候 我就卖东西啊 能不动刀子 能这不死人呢 谁非得愿意去死人呢 没东西可卖了 或者东西卖完了 或者怎么着了 我才抢啊 所以他们也是啊 要要这个南下去打开这个商路 所以有一有一只这个维京人呢 就到了这个诺夫哥罗德啊 就是俄罗斯最北部啊 你看这地图上有啊 最北部啊 一个这个呃 一个一个地方叫做诺夫哥罗德 就到了这儿 已经到了这儿 哎 说咱们这个呃 罗斯珠珠国啊 咱们这个罗斯珠部落里边哎 恰恰有维京人 于是就把这个维京人的首领叫琉里克啊 请来啊 做我们的这个呃 国王啊 当时他不叫国王啊 就是咱们给他翻译了叫大公啊 就是地位呢 比公爵要高 比这个国王呢 又低啊 所以呢 咱们就给他翻译成叫大公 因为中国公侯婆子男五等爵位 是无法概括西方这个繁复的这个这个 风爵体系的 那所以今天你像卢森堡是世界上唯一的大公国啊 就是他又比国王低啊 又比这个这个这个呃 呃 这个这个公爵要高啊 基本上大公这个这个爵位呢 只是原来的神圣罗马帝国和这个呃 奥斯曼帝国 不是 只是原来的神圣罗马帝国和俄罗斯帝国有 那所以这个呃 就就是这样的话呢 琉里克就成为这个俄罗斯的第一位大公啊 成为俄罗斯的第一位大公啊 就在诺夫哥罗德啊 等于就建立了他的这个政权啊 所以呢 这个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就被称为 琉里克王朝啊 一直存在到16世纪末啊 15几几年16世纪末啊 这个从呃 9世纪啊 准确的说呢 就是公元862年啊 862年啊 然后呢 到这个呃 15世纪末啊 到15世纪末啊 这个呃 这样的话呢 这个他的呃 琉里克王朝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王朝 想过这个600多年将近700年的样子啊 到这个琉里克的儿子奥列格啊 在位的时候啊 琉里克这个名字呢 还可能是就是维京人的名字啊 是维京人的名字 到他的儿子奥列格 这个名字就有典型的斯拉夫人的名字了 也就是说呢 这个呃 俄罗斯的统治民族最早是维京人 但是呢 跟当地的东斯拉夫人融合的非常快 所以到他的二这个儿子的时候啊 这个就是奥列格 这个名字就已经是斯拉夫化的名字 所以这这这一幕在咱们中国历史上也是常见的啊 你像那个什么辽啊 金啊啊 这个这个他们进入中原之后 包括北魏进入中原之后 你看他们皇帝的名字马上就变了啊 完颜阿固达 改成完颜民了 完颜乌奇买 改成完颜圣了 耶律阿宝基改成耶律义了啊 这名字就马上变了 再以后的皇帝的名字就都是汉字了啊 从从从雍正皇帝开始 就排辈了 那这都是都是汉字的名字 就是基本上就跟当地的主体民族就融合了 那所以呢 到这个呃 奥列格的时候呢 这个就跟这个 就把首都呢就签到了基辅啊 就把首都签到了基辅啊 这个 他把首都签到基辅之后 那么这个罗斯国家就被称为基辅罗斯 那就是奥列格的时候 把都城就签到了基辅 这个罗斯国家呢就被称为基辅罗斯 所以大家看一眼这个 我们目前这个 呃 这个图二的啊 当时基辅罗斯的疆域啊 你可以看到他的大概的范围啊 基辅罗斯的疆域大概的范围呢 就是在这个呃在今天的这个两河之间啊 两河之间啊 就是一个是蒂涅伯河 最主要的呢 就是蒂涅伯河啊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他从这个福尔加河啊 东到福尔加河啊 东到福尔加河 然后呢 北边呢 到拉多加湖啊 到拉多加湖啊 南边呢 一直是到这个多瑙河的入海口啊 到这个这草原地区啊啊 所以呢 基辅罗斯他把国名正式啊 他就定为这个罗斯啊 因为是他在基辅这个地方建都 所以呢 咱们把他叫做这个呃 基辅罗斯 你看他的疆率就就很大了 可以讲在当时的欧洲来讲 这是一个版图巨大的国家 但是呢 因为他非常落后呢 也这个非常的原始啊 然后基本上呢 也没有这个什么宗教的信仰啊 所以呢 他不被这个欧洲诸国啊 所这个看重啊 根本就是这个欧洲诸国呢 不拿他们当回事啊 那么这个 到了这个呃 882年这个琉里克迁都之后啊 他的这个当时呢 他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呃 现象啊 他就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呃 没有一个准确的呃 这个就纳税体制 那主要靠这些个王公们呢 就是基辅罗斯这些大公们到各地呢 去寻幸 然后征收共赴啊 这个征收共赴呢 他就是非常的随意啊 你比如说你要是交税的话呢 就是你比如说每年你比如像咱们 比如说交个人所得税 每年应该百分之几 这有一个固定的数额啊 而他寻幸去收这个共赴 没有一个固定的数额 而他这个大公呢 往往是非常的随意的啊 就他想收多少 收多少啊 想这个怎么着怎么着啊 所以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呢 这个地方呢就非常的不满 那所以有一位这个呃 大公呢 他在这个寻幸途中啊 就被这个愤怒的这个地方老百姓啊 就地方的这个王公公伐啊 就把他给杀掉了啊 杀掉之后呢 就他的这个妻子索菲亚啊 这个索菲亚呢 你听这个名字也是这个 就是明显的就是基督教圣人的名字啊 这个人是从拜占庭过来的啊 嫁给这个王公了啊 所以呢 他的这个索菲亚呢 就开始设政啊 让自己的儿子啊 让自己的这个儿子呢 就是亚托斯拉夫 让自己的儿子亚托斯拉夫 来这个执政啊 来执政啊 后来呢 这个国力就越来越强大 啊 到这个亚托斯拉夫去世之后啊 他的这个儿子 弗拉基米尔一世的时候啊 这个 国力就达到了鼎盛啊 特别是这个 弗拉基米尔一世啊 受自己母亲的影响啊 受了这个索菲亚公主的这个影响啊 他在这个 公元988年的时候 正式宣布东正教 为这个俄罗斯啊 就是罗斯的国教 而且呢 他也娶了拜占庭的安娜公主为妻啊 强令全体居民接受这个希腊政教神父的这个洗礼啊 就是这样一来的话呢 他强迫这个全体的这个 这个居民接受洗礼 那这是神级了 所有人跳到地虐伯河里集体受洗 那不是说在教堂里洗礼 那根本就洗不下这么多人 所有人都跳到地虐伯河里 多少万人啊 跳进去啊 然后神父直接就给你们喊两嗓子 就就就就跟那个现在咱中国那个什么什么 那个和尚什么集体归一啊 居士集体归一 那个感觉一样 那所以这样一来 从公元这个988年到989年这个这个时间 呃 因为他有一个受洗嘛 他这个归一他有一个时间的过程啊 所以有人说是988年 有人说是989年 那可能就是这个这个之间啊 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整个这个罗斯人的这个东正教化啊 因此呢 你比如说啊 咱们看现在啊 就是呃好多人他曾经问我这么一个问题啊 说这个美国欧洲啊 为什么跟俄罗斯这么这个不对啊 就是美欧跟这个俄罗斯他怎么也尿不到一个狐狸啊 俄罗斯老是这拿热脸添这凉屁股啊 老上赶着去叶利钦的时候提出过要加入北约啊 结果呢 这个呃 不对普京的时候提了三次啊 叶利钦的时候是提了一次 结果叶利钦提出要加入北约的时候 北约秘书长说说这个北约本来就是呃防强盗防小偷了啊 现在呢就是你让那小偷强盗当了警察呢 这北约就没必要存在了是吧 所以就就是把这个俄罗斯人就看作是什么小偷啊强盗啊 根本就不拿他们当回事是吧 那么为什么这个就是呃欧洲国家啊 这么这个忌惮这个俄罗斯啊去其实也不光是忌惮啊 其实更多的是这个瞧不起他呢 为什么这样呢 其实有一个重要原因啊 就是咱们讲除了什么地缘政治啊 除了这个国家的什么利益啊 除了这些这个地方之外啊 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文化上的不认同啊 就是因为文化上的不认同啊 欧洲的文明啊 他其实是继承了这个罗马的文明 他是以这个拉丁语和天主教啊 为这个自己的文化的根基啊 他他这样是从罗马这边来的啊 这个因为希腊呢很早就衰落了啊 所以呢他希腊后来就被罗马征服了 罗马虽然继承了一部分希腊文化 但是呢更加发展了希腊文化 罗马有自己自身的文化自身的文明啊 特别到后来这个呃三百九十五年 三百九十三年啊 迪奥多西大帝立这个基督教为国教之后 是吧 那么这个基本上呢 罗马就是一个基督化的王国啊 所以呢 这个呃整个这个欧洲 他是罗马文明的继承者啊 你甭管是这个今天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 实际上他都是以这个罗马文明而这个自居的啊 就包括那个呃这个什么呃这个谁啊 就是特朗普那会访问意大利 然后这个简体中文网络上不就是这个篡改了 特朗普讲的话 就是特朗普没文化啊 说美国跟意大利有两千多年的什么交流历史了啊 说你美国才二十多年 特朗普原话不是那个意思 他是说呢 就意大利的文明 一直影响啊 有有两千多年 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就确实 那所以呢 你比如说 咱们中国人特别爱说啊 就说这个几大文明古国里 只有中国的文明发展是没有断的 那确实那你中国没有断啊 西那个 呃 剩下那几个陆地文明都断了啊 但是海洋文明也没有断 是吧 你巴比伦印度埃及断了 可是人家海洋文明 罗马文明没有断啊 今天的美国就是罗马文明的继承者啊啊 所以你像那个什么 呃这个 你包括英国呀 法国呀 包括美国呀 他的博物馆里去收藏一些希腊罗马的文物的时候 他没觉得这是外国的文物啊 他就觉得这是我们祖先的历史 因为你看 那这个罗马人后来 他的文明被热尔曼人继承了 欧洲是热尔曼人的了 那就是诺曼 诺曼人 热尔曼人 那然后这个 热尔曼人的一只安格鲁萨克森人在英国 然后这些人又到了美国 那所以我们完完全全就是罗马文明的继承者嘛 因此我们的博物馆里 收藏这个罗马的这些文物啊 这不就跟中国博物馆里收藏这个 什么殷商时候的这个东西 什么这个这个 周秦之类的东西 他感觉是一样的 所以欧洲人呢 他是以拉丁化的 这个基督教 为这个自己文化的正宗 而俄罗斯人呢 是接受的希腊化的基督教 是这个东正教 他用的是这个东正教 咱大家都知道 他跟那个罗马天主教 最主要的区别就是语言就不同 一个是拉丁语 一个是希腊语 那个圣经也是希腊文写的 然后呢 这个又后来 这个东斯拉夫人又使用希里尔字母 而不是用这个拉丁字母 不是用这个罗马的拉丁字母 希里尔字母是这个两个东正教传教士 然后这个创造出来的 在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 被斯拉夫民族所广泛使用 东斯拉夫 南斯拉夫民族 广泛使用的希里尔字母 他要用这个东西 因此呢 从文化上讲 他跟我们完全就是异类 完全就不是一回事 所以呢 这个从这个根上说 这个欧洲人就不太叹得起这个俄罗斯人 实际上啊 这你要严格意义上来讲 这个欧洲人连希腊都不认 认为希腊都不算欧洲 认为希腊属于这个什么 就土耳其的那个感觉 就是土耳其的余孽了什么 就那那种感觉 他认为那个都不算 就必须得是拉丁化的 罗马天主教发展出来的 这才算欧洲 因为新教也是在罗马天主教 这分裂出来的嘛 所以这个才算 你其他的都不算 他是这么这么一种感觉 所以为什么这个俄罗斯人他永远 不能被欧洲所这个接受 这个重要原因就是 你们的这个文化上的根 是就不一样啊 文化上的根就不一样 你是信仰这个天主教的 不是你是信仰东正教的 根本完全不是一回事 所以这个 这个到这个亚罗斯拉夫啊 他去世之后啊 就是啊 不是弗拉基米尔呢 他使得这个欧洲人呢 他使得俄罗斯人全部信仰了东正教 所以打仗之后啊 那么这个俄罗斯的大公啊 就都被尊称为弗拉基米尔大公啊 就是说这个整个罗斯啊 整个基弗罗斯公国的大公 就戴上了这么一个头衔 叫弗拉基米尔大公啊 这弗拉基米尔呢 就成了大公的这个 呃 头衔就跟那个德国皇帝 都自称凯撒一样啊 这个就变变成了这个了啊 就是他使用那个 这个头衔就全额弗拉基米尔大公啊 那么这个 呃 当时呢 就是呃 这个在弗拉基米尔这个去世之后啊 然后 黄位呢 就不是黄 大公之位呢 就传给了他的儿子 就是智者 亚罗斯拉夫啊 亚罗斯拉夫呢 在他在位的时候 这个基辅公国 就跟他爸爸弗拉基米尔这两个人在位的时候 基辅公国的国力呢 达到了极胜啊 达到了极胜 但是呢 这个亚罗斯拉夫一死 那三个儿子 这个共同执政啊 就是他 因为可能他也是像咱们 就是说中国的这些个呃 游牧民族那样就跟大家讲过 他没有建立起这个什么敌长子继承制度啊 你看欧洲也有这种敌长子继承制度啊 他可能没有这种制度啊 所以呢 这样一来呢 这样一来呢就变成 三儿子共同执政啊 等于这个国家呢 就三个人共同管 那这样一来的话 三个人共同管啊 统一的这个国家政权呢 就逐渐的就趋于瓦解啊 逐渐趋于瓦解 后来呢就逐渐的分裂成了很多独立的地方公国啊 一共是18个啊 这个瑞文放一下第三张图 哎呃 这个第三张图呢 就是看那个罗斯公国的位置啊 罗斯公国的位置 他基本上是在在在一个什么位置上 跟当时的这个呃 欧洲国家那相比啊 你看一眼他的那个疆域啊 跟当时的比如波兰王国啊 什么相比看他的疆域啊 然后就是看他有多大啊 看他有多大啊 然后第四第四张图 哎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18公国时期啊 就是这个基辅罗斯就分裂成了这个18个公国啊 你比如说著名的有诺夫哥罗德啊 诺夫哥罗德还是非常奇特 他是一个共和国啊 然后你比如说像这个什么基辅啊 你就像特维尔 像梁赞啊 甚至包括后来的这个莫斯科啊 莫斯科是1147年才建立的 比这个基辅晚的多 基辅在882年 就成为这个基辅公国的首都了啊 那个时候莫斯科还是一片树林子和沼泽地 1141年呢才出现了简单的木制围墙啊 建立起了这个克里姆林宫啊 这个大家注意一点啊 克里姆林宫不是指在莫斯科有啊 所有古老的城市都有 诺夫哥罗德啊 喀山呢都有克里姆林宫 克里姆林就是宫殿城堡的意思啊 所以克里姆林宫实际上就宫宫 克里姆林宫他就是城堡宫殿的意思 就是说你最早这个地方的王宫就住在这啊 住在这啊 然后当时的房子都是木头的 教堂也都是木头的 围墙也是木头的 实际上就相当于欧洲中世纪啊 那些个什么公侯婆子男爵们啊 那些爵爷们他们住的这个城堡啊 实际上就就相当于一个这么个这么个玩意啊 相当于这么个玩意 因此呢这个当时呢这个基辅罗斯就分裂成了18个公国 这18个公国都有克里姆林宫啊 这个首都里都得有这个呃 这个克里姆林宫啊 所以呢这个呃 到了12世纪出了啊 这个弗拉基米尔二世 曾经呢这个试图恢复基辅罗斯的统一 但是呢根本就不能实现啊 然后所以呢等于这个基辅罗斯呢 他就进入到了这个呃 封建割据啊 在这个时代就是18公国混战啊 封建割据的这个时代 那么封建割据的这个时代呢 就是说在蒙在蒙在这个基辅罗斯在混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当然了仍然是这个呃 民意上的天下公主啊 仍然是呃首都在基辅的全俄弗拉基米尔大公啊 他是民意上的整个这个呃 俄罗斯的共主 相当于咱们中国这个周不代的时候的周天子啊 但实际上呢这个时候的基辅公国啊 只是18公国之一 而且呢也已经不是最强大的公国了啊 很多呢你比如像梁赞啊 像特维尔啊啊 特别是那个我们说那个诺夫哥罗德的实力呢 都已经超过了这个基辅啊 就跟那个呃 这这这一幕大家应该太熟悉了 跟中国历史非常相像啊 齐楚燕寒赵卫秦啊 哪个把周天子当回正啊啊 武霸七雄啊 哪个把周天子当回正啊 所以他们的实力啊 已经是在这个这个天子之上了 因此呢这个基辅公国 虽然还享有全俄弗拉基米尔大公的这个称号啊 但实际上呢 已经就是退化为十八公国之一 只是一个诸侯啊 只不过这个称号呢 虽然一直有人觊觎 那但是毕竟呢 人家是琉里克王朝根红苗正的这个后裔啊 所以没有人呢敢这个就是这个 没有人敢这个就是跟 敢敢于夺取这个弗拉基米尔大公的这个这个称号啊 然后呢就是我们讲啊 当他们四分五裂的时候 蒙古人来了 蒙古人来了 蒙古在这个蒙古历史上啊 西征一共有三次啊 这个应该 我在这个循迹讲堂那个节目已经讲过了 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在这个循迹讲堂里面呢 再把这个节目呢 再仔细的听一遍啊 我已经讲过了啊 但是呢就是 呃 简单倒一下 就是蒙古的西征啊 他应有三次啊 第一次呢 就是成吉思汗亲自率领了啊 打到这个阿富汗啊 也就见了邱楚基那次 然后呢 让这个哲别肃布台 率领一只偏师继续西征啊 哲别肃布台的这个偏师呢 就一直打到了太和岭 就是今天的乌拉尔山 就欧亚交界的地方啊 击败了这个草原上游牧的钦察人 钦察人呢 就是突厥人的一只啊 然后这只钦察人呢 有的就归降了蒙古人 有的呢 就激怒到了罗斯人的地盘上 就告诉罗斯人啊 这个蒙古人来了 蒙古人很恐怖啊 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 但是呢这一次呢 就是俄罗这个蒙古人跟罗斯人呢 可能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 那然后蒙古人就回师了啊 第二次西征呢 就是窝阔台韩在位的时候啊 搞的那次长子西征啊 就是成吉思汗的四个长子的长子啊 这个四个笛子的这个长子 四个笛子的长子 树翅的长子 然后这个茶河台窝阔台 还有这个托雷啊 的长子啊 其实这个呃 茶河台他不是长子去的啊 他是长孙去的啊 但是呢那三位呢都是长子 那当然拔都也不是长子 但是因为拔都的这个哥哥比尔哥 就是死的早啊 还是就怎么着啊 就是拔都就继承了树翅的这个 呃韩位啊 所以这么一来的话呢 这几个长子率领的那个蒙古大军啊 开始这个西征 这一次西征是对欧洲震动最大的啊 第二次西征是震动最大的 拔都呢出任这支部队的统帅啊 然后呢 那苏布台呢是出任这个相当于总参谋长啊 因为拔都可能毕竟年轻啊 然后这个呃军事经验不是很丰富 但是呢毕竟他的这个血统高贵啊 黄金家族的长孙啊 血统高贵 所以他出任这个总司令 但是呢由这个名将老将苏布台 成吉桑开国四节之一 那担任这个总参谋长 苏布台呀 一直到现在啊 一直到今天啊 一直到今天啊 可以讲人类历史上 征战范围最广的将领啊 他的征战范围啊 往这个西到多瑙河啊 往东到朝鲜半岛啊 往北 那就不用说了 蒙古高原 往南到黄河流域啊 就是这些地儿他都去过啊 这些都 你想想这些地儿在那个年代 这起码来回 这路上就得消耗多长时间啊 所以他到现在为止 就是人类历史上 征战范围最广的这个将领啊 就是那个朱克福 可能都没没没去过这么远的地方啊 朱克福至少没到过朝鲜半岛 他顶多是到这个中蒙边境啊 然后那边他到柏林啊 他没没没没没没再去过更远的地方啊 别的那二次大战的将领 他基本上就能 埃森豪威尔就在欧洲是吧 麦克阿瑟就在亚洲太平洋啊 他不会交 他都没有像苏普台这样啊 这么远的范围之内作战啊 所以这个这样的这个千古少有的一文名将啊 然后又率领这个蒙古精锐啊 来远征俄罗斯 那俄罗斯的命运呢 那就基本就决定了啊 所以俄罗斯呢 跟那个蒙古军队在卡尔卡河畔对峙啊 全俄罗斯这个十几个公国组成联军啊 因为那个呃这个谁啊 就是钦察人告诉他们啊 说蒙古人非常厉害 非常羞勇啊 其实这个钦察人呢 一直是这个呃蒙古人的这个宿敌啊 所以蒙古人呢 他也这个呃知道啊 他也这个这个呃 钦察人呢 他一直是这个俄罗斯人的宿敌啊 俄罗斯人呢 就知道钦察人很羞勇善战啊 结果现在钦察人都说这个蒙古人太厉害了 那蒙古人太厉害了 所以呢这个蒙古人这个俄罗斯人呢 就也没有掉以轻心啊 凡人能出兵的各个公国 基本上全部出兵了 集合了四万大军啊 在卡尔卡河畔跟这个蒙古人对峙啊 蒙古当时的远征军呢 大概是两万五千人啊 从人数上讲呢 是少于这个俄罗斯联军啊 俄罗斯联军呢 还有这个钦察人加入 可能就不止四万人了 就俄罗斯人就是四万人 钦察人可能还有 钦察人残部啊 怎么在那个一万多小两万人啊 而这个蒙古军队啊 只有两万五千人 这两万五千人里呢 还不完全是蒙古人啊 甚至包括就是被他征服的一些民族 比如像威吾尔人啊 比如甚至还有汉人啊 还有什么契丹人啊 女真人呢 组成了这支部队啊 去软征这个俄罗斯 在卡尔卡河畔对峙 但是呢 就是咱们讲 当时的蒙古人啊 其实就包括中国北方 所有的骑马民族 所惯用的这种 猛活歹战术 天下无敌 那在这个火器发明以前啊 这种战术基本上是无解的啊 就是猛活歹啊 就是这好几种翻译方法啊 就是咱们一般呢就是翻译成啊 蛮活歹啊 蛮就是草蛮英雄的蛮啊 或者呢是蛮啊 或者是蛮啊 蛮不蛮的那个蛮 蛮就是蛮口的蛮 歹就是歹徒的歹 蛮活歹 因为它是音译嘛 啊也有的书上翻译成漫古歹 漫家歹 甭管什么玩意儿 就就是这么一种战术啊 那这个猛活歹也好 它是一种什么战术呢 就道理特别简单啊 就是这个蒙古的军队啊 它分轻骑兵和这个重骑兵啊 所谓的重骑兵 只占蒙古军队总人数的不到40% 就是那种批甲骑兵 而且它批的那甲啊 好多都是批甲 跟欧洲人批的那个金属甲 当然欧洲人那会儿也没有板金甲 但是最起码有金属的这个锁子甲和扎甲 其实根本没法比啊 所以那个 而且这蒙古马跟欧洲的马也没法比 肩高只有1米3啊 虽然尚于长距离运动 但是无论是冲击啊 奔跑啊跟欧洲马都比不了 人家欧洲马肩高1米6 甚至到1米7 体重那欧洲马能到800公斤 900公斤 蒙古马只有三四百公斤 如果这个两军怼完了撞 蒙古人就粉身碎骨了 那所以蒙古人他从来不采用这种正面硬杠的战术 这个 我的那个重骑兵只有只占百分之三四十 而且这个重骑兵在西方人眼里 也就是骑在骡子驴上作战的一帮青骑兵 穿的是皮甲 拿的是刀毛 百分之六七十是公骑兵 连盔甲都没有 只是穿着蒙古袍 连盔甲都没有 那因为这个 然后骑着马 也不带这个长矛 只有防身用的短刀 但是主要就是身上带着弓箭 带着两弧箭 八十支箭 然后这些人呢 就一窝蜂的涌向这个联军的这个排列整齐的方阵 开始放出遮天蔽日的箭鱼 把联军的阵型射散 箭用完了之后 就迅速回撤 到后方阵堤去补充箭 补完了再冲上来再射 就用这种战术彻底搞乱联军的这个阵型 你只要古代打仗就这样 你只要阵型一乱 让个人的力量无足轻重 当你阵型混乱的时候 再重新整队排队这个过程当中 甚至有一部分人 你不断的看到周围的战友被箭射倒 你可能就害怕了 扔了兵器就跑了 就逃离战场了 这个时候蒙古的所谓重骑兵才出动 举起这个这个弯刀啊长矛啊 什么狼牙棒啊 开始大砍大杀 虽然有少数的这个罗斯贵族坚决抵抗 但是呢 难逃全军覆没的命运 不但这个联军全军覆没 基本上参战的罗斯王公全部战死或者被俘 蒙古人呢非常的这个残忍 他把这个俘虏的这个罗斯王公啊 身上压上这个这个木板 身上压上木板 把他们捆成粽子一样搁在地上 因为在这个蒙古人的文化传统里面 高贵者必须不流血的死去 就是你这个人罗斯王公地位很高贵 嘛那所以咱们要尊重他们 让他们死的时候呢不能流血 你像这个蒙古的这个皇族啊叛乱 比如要被逮着呢最高贵的死法是什么呢 把它裹在毯子里几个侍卫来回摇 直到把他摇死算的啊 你知道玩意儿真不如咔嚓一刀砍了痛快 这摇得摇多长时间能把人给摇死啊 摇得你这个五脏六腑什么的全都挪了位 然后这个吐了血怎么那么着 大小便失信 这才能这人才能死啊 所以他这个就特别有意思啊 他是这个把这些罗斯王公的他也是啊 这些人要给他们一个高贵的这个死法啊 所以高贵的死法怎么死呢 他就在他们身上这个压上这个木板啊 压上木板之后呢 这个压上木板之后呢 在这个木板上边啊 这个在这木板上边呢 然后蒙古人呢就是厌饮啊 搭上帐篷 蒙古人厌饮在这个在这些俄罗斯王公的这个身体上啊 蒙古人在歌在舞啊 吃啊喝啊喝酒吃肉啊就这么折腾啊 然后等这一场宴会结束 一看这个木板底下这些俄罗斯王公啊 基本上这个七窍出血啊 全都挂了啊全都挂了是吧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俄罗斯的军队基本上是损失殆尽啊 基本上是损失殆尽 然后呢这个王公呢也全都挂了啊 所以这个这样一来啊 这个罗斯诸国就再也没有啊抵抗这个 蒙古人的能力了啊 然后呢这个罗斯诸国 这罗斯十八个公国 基本上全部被这个蒙古人征服啊 唯一的例外呢是这个 就是这个诺夫哥罗德啊 唯一的例外呢就是诺夫哥罗德啊 诺夫哥罗德呢因为非常靠北 而且呢他是在这个森林里面啊 他这个国家呢有有这个森林阻隔啊 所以可能蒙古的骑兵呢就不适合去这个进攻这个诺夫哥罗德 当然蒙古人打到离诺夫哥罗德不到五十公里的地方撤军了啊 撤军了撤军的原因后世史学家也是众说纷纭啊 就跟那个希特勒在东克尔克撤军一样啊 就引起了后世史学家的很多猜测 因为当事人也没有说为什么撤军 就素不抬指挥的为什么撤军 所以有各种猜测 一种猜测呢说就是诺夫哥罗德的这个地形 不利于蒙古骑兵啊 所以蒙古骑兵也不善于攻城 所以呢他们就撤了 这是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呢 说这个这个就是蒙古人呢 在疫病流行啊 他闹瘟疫啊 闹瘟疫呢 所以他撤了啊 还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当时这个因为这个蒙哥呢 不是当时那个拔都呢 在领兵啊 进攻这个匈牙利 那然后调这个素不抬去跟他合兵啊 甭管哪种说法吧 就反正啊 诺夫哥罗德是这个罗斯十八公国里边 唯一逃脱了兵险的公国 但是诺夫哥罗德依然归顺了蒙古啊 这个就是咱们讲那个 就俄罗斯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民族英雄 叫做亚历山大涅夫斯基 那后来在这个苏德战争的时候啊 因为这个苏联丧失失地一窥千里 所以这个斯大林就被迫恢复了一些沙皇时期的传统啊 用这个传统的历史上的经验啊 来这个就是来这个什么啊 来鼓励这个就是这个这个俄罗斯民族啊 就是奋起保夹为国保卫自己就设立了这个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啊 这个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就是这个俄罗斯北部的一位王公啊 他呢就是率军抵抗这个条顿骑士团的进攻 就是欧洲的这个条顿骑士团 因为他们是信仰天主教的啊 避免被他们征服 避免天主教徒征服罗斯 转而呢去归顺了蒙古人啊 保证自己的东正教文化得以这个发展下来 因为蒙古人是不会让强迫你改宗的 蒙古人本身他就是信仰原始的萨满教啊 他不但这个不会强迫你改宗 他还有可能信你这个教呢啊 所以那个蒙古人他他不会干这种事 他不像欧洲人一来了 你都得信我这个教呢 不信我这个 包括这个这个穆斯林来了 你都得信我这个 你不信我这个 你就异教徒就干死你 蒙古人没有这说啊 所以你看其实中国包括中国什么在蒙古统治时期 元朝统治时期什么各种宗教啊 道教啊 这个权真派在在那个时候得到很大的发展啊 儒家这个孔子被封为至圣文宣王 孔子封王也是在那个时代啊 包括北京孔庙都是元成宗的时候建的了 是吧 所以他反而是越是他这种没有什么信仰文化很落后 他征服了文化先进的地区之外 他没法拿来同化你啊 反过来你要是先进的文明征服了落后的文明 那你就被人同化了嘛 是吧 因此这个 所以这个蒙古人呢 他就所以这个俄罗斯人是宁可投向蒙古人 他也不愿意倒向欧洲啊 就是咱们很多人就也是啊 他不理解这一点啊 说为什么这个这个当时的蒙古人征服罗斯的时候 欧洲诸国做事不理啊 为什么做事不理 一个是欧洲诸国本身就四分五力啊 特别是这个前几次搞的十字军已经使得各国元气大伤 这是第一个啊 再一个呢就是他反而啊 这个这个就是罗斯人不愿意接受这个啊 就是欧洲人的援助啊 因为我倒是欠你这份情了啊 你就包括后来这个呃 拜占庭帝国宁可亡国我也不改宗啊 我也不不信你这个罗马天主教啊 因为你你你你这个欧洲人要组织十字军来援助我 你援助我的一个前提就是让我得接受了一个天主教啊 所以我宁可亡国我也不改宗啊 就这个因为咱们中国人没有这么这个强烈的那种宗教信仰呢 特别是咱们没有这种强烈的这个异神教信仰啊 所以可能咱们对这个东西呢 就是不是能呃不是能很好的理解啊 但是人家就是这样啊 我宁可亡国啊我也不改宗啊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呃 罗斯诸国就全部被这个蒙古人征服了啊 被蒙古人征服了 然后蒙古人呢就在这个呃罗斯的这个呃地盘上啊 包括一部分罗斯啊不是整个罗斯啊 特别是在这个1240年的时候整个基辅 因为基辅当时是木头做的啊 不是这种金碧辉煌的这个大理石的 不是这个啊是木头做的啊 所以他这个在这个整个这个基辅呢 就基本上这个一把大火啊就被这个稍微平立啊 整个这个基辅呢就被摧毁了啊就被摧毁了啊 所以这个这样一来的话呢 这个整个罗斯诸国就都变成了这个蒙古的马仔啊 我喝口水啊 这个这个特别不好意思啊就是这个呃老师有朋友问啊 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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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二维码的是您的吗 不好意思那个微信二维码是我的啊 是我的因为那个呃你们小师娘的微信被禁了啊 然后这个支付宝二维码的是你们小师娘的啊 这肯定是我们本人的啊不可能是这个诈骗犯啊 我来去接一点水这啊不好意思稍稍等稍等了半分钟 好啊那个芮曼你放下一张图啊放下一张图啊 哎哎就那个图五哎图五哎我看一眼啊是不是啊 这还是讲那个这是不是还是因为我现在这个手机横屏我看不清楚啊 这是不是还是讲这个罗斯啊基普罗斯他的大概的位置啊 罗斯诸国啊这十八个国家的位置啊 然后再再放下一张图 哎啊这个这个呢他就是讲什么呢 就是这个当时的那个清查韩国啊 当时的这个清查韩国就是这个蒙古的金帐韩国 他征服了这个蒙古诸国之后呢 征服了这个罗斯诸国之后呢 就是蒙古的这个亲这个金帐韩国呢 他在这个呃这个地方呢建立起了自己的统治啊 建立起了自己统治 那么这样一来呢他建立起了自己的统治呢 这个金帐韩国对于这个罗斯诸国呢 他并没有实行直接的管理啊 他他并没有实行直接的管理 他为什么没有实行直接的管理呢 因为你想啊跟着这个蒙古大韩西征的蒙古人一共才有多少人啊 没有多少人 成吉斯安的军队最多的时候只有二十万人啊 只有二十万人到这个长子西征的时代啊 可能也就十万人啊 因为这个你看这个呃就蒙古西征的时候 甭管是打罗斯诸国还是打这个匈牙利什么打波兰 就所有的这些战役 他一次投入的兵力最多的也就是三万人左右啊 大概就是三万人左右 而且我讲啊这三万人呢还不是纯都是蒙古人 包括这个被蒙古征服的啊 很多这个地方的这个这个呃人啊 包括什么这个呃侵察人哪 包括这个呃这个汉人哪 包括包括好多这种人啊 去这个呃跟这个呃就是罗斯人去跟那个欧洲人作战啊 所以本身呢这个呃蒙古人呢他就很少了啊 所以蒙古人在征服了这些地盘之后 他又要有军队去驻守啊 又要有这个呃人为大韩服务啊 出任这个官吏 出任这个官吏什么这些东西 所以呢你想啊 他不可能再有这个人力啊 去直接统治被征服的罗斯诸国啊 其实你想那个就是包括元朝在内也是这样 而这蒙古人的主力是留在蒙古故土的 那后来就入主中原啊建立元朝 那那么这个元朝的时候蒙古人可能也就是只有一百多万啊 所以你看基本上蒙古人在元朝都是对于他新征服的领土 特别是长江以南啊这个南宋地区的这个这个这个领土的话 那他基本上也就是这个怎么说呢 就用这个呃什么打鲁花赤啊去去去镇守啊 用这个就是用这个呃当地人啊 打鲁花赤就是相当于镇术者就是蒙古人的镇术者 然后你像他的这个官员 基本上都是当地人啊 所以其实呃 朱元璋总结这个元朝灭亡的这个教训的时候呢 就说了一个就是元朝为政很宽啊很宽 他为什么宽啊 他他其实他也不愿意宽啊 但是他没一折啊 因为他没有这么大的这个力量去管辖这个地方啊 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管辖啊 所以呢蒙古人对罗斯诸国的这个统治啊 也是这样啊 他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去统治这个呃 罗斯诸国是吧 所以他就是哎 我建立了这秦查韩国都城的定在这个萨来 那就是今天福尔加河进入这个里海的这个入海口 那阿斯特拉海就这个地方啊 我在这儿建都啊 然后呢 我只有对我这个侵查韩国啊 我才进行这个直接的统治啊 你们这个呃 蒙古诸国 你们罗斯诸国呀 我就是进行这种间接的统治啊 怎么个间接统治法呢 哎就是我征收共赴就完了啊 我征收共赴 我呢 不管你们的这个这个具体的内部事务啊 然后你们各个公国的这个大公啊 王公啊 你们继位的时候需要征征求我的同意啊 想就跟那个中国皇帝册封什么朝鲜越南琉球是一样的啊 这个只如果中国皇帝连贡父都不要啊 那个呢 你还是要给我交税啊 交税啊 不是不是说什么三年一纳贡送鸡皮布了 不是那个意思啊 你得给我交税啊 要要上税啊 所以 这样一来的话呢 实际上咱们讲啊 这个罗斯诸国就变成了这个蒙古的这种藩属国啊 那么在这个呃 蒙古统治罗斯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就出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 咱们讲啊 原来这个罗斯的这个中心是在基辅啊 中心是在基辅 然后基辅呢 1240年被这个蒙古远征军就给摧毁掉了啊 彻底给摧毁掉了 一把大火烧为白地 所以呢 他需要这个重建啊 这样的本来这个基辅公国啊 在这个罗斯诸公国当中就已经不算个凳了啊 就就跟周天子一样咱们说啊 他就已经衰落啊 这一下呢 再加上这个呃 这个致命的这个一击啊 再加上这致命的这这一下子 所以呢 他就更加的衰落啊 更加的衰落不堪 所以在这个时候 莫斯科公国趁机崛起啊 那个Riven还回到干材那张图啊 往前倒一下 还回到干材那张图 还还往前走啊 再往前走 再往前走 再往前走一下 哎 啊 我们大家看啊 这个莫斯科公国的这个 这个莫斯科大公国的这个位置啊 莫斯科大公国的这个位置啊 他就在这个很这个不起眼的这么一个小位置啊 就就这么点啊 就这么点 底下 下面呢 是比他发达的多的梁藏公国啊 梁藏公国啊 1147年的时候 1147年的时候啊 这个莫斯科才建成啊 114 所以那个1947年的斯大林时代 正好又是二战胜利啊 所以这个苏联隆重纪念 莫斯科建成八百年啊 1147年 那都到中国南宋了啊 这个这个靖康之变之后二十年了啊 宋高宗在位的时候 他才建成啊 他才成这个这个这个国家的雏形才出现啊 所以呢 原来在这个蒙古人 蒙古这个清查韩国啊 征服了这个罗斯之后啊 这个这个莫斯科的这个大公国的大公啊 莫斯科大公国的大公 当时呢就前几位大公啊 都叫伊凡啊 所以这个伊凡一世 伊凡二世 伊凡三世啊 都叫伊凡啊 伊凡之后呢 好几个瓦西里 瓦西里一世 瓦西里二世 瓦西里三世 好几个瓦西里啊 甭管是伊凡们还是瓦西里们 就特别会拍这个金帐韩的马屁啊 这个就把这个金帐韩那浑身的 这痒痒肉都挠得倍儿舒爽啊 所以这个金帐韩国呢 就是就是这个大韩呢 就非常信任莫斯科公国的大公啊 就信任这些的伊凡们和瓦西里们 因此呢就给了他们一项特权 什么特权呢 就是你代表大韩向罗斯诸国征税 就以后啊 这个向罗斯各国征税的这个权利 给了莫斯科公国啊 也就是说这个金帐韩庭啊 征税都不是直接去 因为你想这个金帐韩国的这种贵族们 谁愿意走那么老远 好家伙起码走那么老远去收税啊 到那种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语言也不通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这个奢侈享乐了 没有当年那肖武平民的气概 谁愿意干这 诶 正好伊凡们啊 不揣冒昧啊 然后拍我们马屁 说他愿意替我们干这活 那行你们去吧 所以这个伊凡们呢 就开始去给这个大公征税 那你想啊他给大公征税他是这样啊 你比如说大公规定 你啊你每年 大公规定啊 你每年给我交四万块钱 就OK了啊 可是伊凡们收钱往这个底下收 可不是就收四万 他可能收八万 可能收十二万啊 可能收十六万啊 韩庭说了啊 就咱们一年要交十六万 谁敢说 这不是韩庭说的 谁谁能去这个金帐韩国的韩庭去问 你就问也没用 为什么没用呢 第一大韩根本不相信 你大韩就相信伊凡们 那你哪来的 你算个凳 不相信你 所以借着这个机会啊 这个这个莫斯科公国的实力 就大大增强啊 给韩庭收税啊 然后呢 固定的税额交上交韩庭 然后剩下他就自己留下了 因此呢 这个莫斯科公国的这个大公 就唠了一个外号 叫钱袋伊凡啊 那有了钱之后 就能更好的去拍马屁 更好的为这个韩庭服务 更好的去那个 壮大自己的实力 所以莫斯科公国就越来越壮大 那越来越壮大 看下一张图 瑞门看下一张图 哎 到了这个 呃 从这个1340年的时候啊 他就开始逐渐的要摆脱 这个蒙古金帐韩国的这个统治了 那特别是这个 这个 呃 134 这个特别是这个什么呢 就是 这个时候的莫斯科公国的大公啊 就是这个伊凡们也好啊 瓦西里们也好啊 已经这个代替了基辅公国大公 取得了全俄弗达基米尔大公的这个称号啊 等于这个 就是周天子啊 他他他他转移了啊 转移到齐国了啊 或者转移到楚国了啊 由这个齐王或者楚王 担任这个周天子的这个这个职务 有这个意思啊 莫斯科大公成了全俄弗达基米尔大公 他们以琉里克王朝的正宗这个接班人自居啊 因为这个 咱们讲啊 这琉里克王朝他建立这个基辅罗斯公国 然后他分裂为十八公国 这十八公国都是琉里克王朝的后代啊 所以呢他以这个琉里克王朝的正统自居 也无可厚非啊 也无可厚非 他不像那个 就说咱们中国这种春秋五霸啊 春秋五霸除了这个韩兆魏啊 这三家啊 原来属于姬姓诸侯 你像那个齐啊 齐燕国也是 你像齐国是是是是 是这个田氏啊 然后那个楚国是熊氏 然后这个秦国嬴氏 他跟那个这个周天子的不搭嘎的啊 所以你要是代替周天子 你就只能建立一个新王朝 新的朝代啊 但是人家这个他说我是 琉里克王朝的当中没错啊 1380年的时候 当时的这个 莫斯科著名的这个大公 也就是他的民族英雄 叫吉米特里顿斯科一啊 顿斯科一的意思就是 顿河的英雄啊 吉米特里顿斯科一啊 在这个1380年的时候呢 在顿河盼呢 就发动了跟这个金仗韩国的一场大战 打败了金仗韩国的马麦涵啊 所以1380年的时候啊 等于这个这个 这个就是 莫斯科公国就正式打响了独立战争的第一枪啊 但是呢 虽然这一仗赢了 那很快这个马麦涵呢 就被这个 被这个金仗韩国的其他贵族所取代 人家卷土重来又攻入了莫斯科啊 所以莫斯科的独立之路 还有一百年 直到1480年啊 到1480年啊 到1480年啊 然后莫斯科公国呢 发动这个库里科沃战役啊 正式打败了这个金仗韩国啊 其实那个你看到1480年的时候 元朝都已经灭亡了一百多年了啊 灭亡了一百多年了 然后这个蒙古人在这个西亚啊 建立的这个呃 这个呃 呃 蒙古人在西亚建立的这个伊利韩国 也早就灭亡了啊 在这个新疆中亚啊 建立的涡阔台韩国也早就灭亡了 查核台韩国呢 已经彻底的伊斯兰化 而且一分为二 被这个这个当地的这个 实际上是被当地民族 就突厥民族所这个控制了 基本上呢蒙古人已经就就忽略不计了 要不就跟突厥人就是 呃 呃这个融合了啊 要不呢 就完全被架空了 大韩就已经成为傀儡了啊 所以东查核台韩国一直在中国的这个 新疆地区 后来被伊尔强韩国灭掉 西查核台韩国后来就是被这个 帖木尔就给灭了 建立了帖木尔帝国啊 这个这个就是中亚的历史了 建立了帖木尔帝国 所以蒙古人的势力这个时候已经 基本上在全世界就退朝了啊 蒙古人在这个中国本土 还是在新 还是在这个新疆中亚 还是在西亚 基本上就已经退朝了 在这个俄罗斯也一样啊 这个 金帖韩国啊四分五裂啊 其实包括咱们中国能够打败元朝 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这个 原帝国内部的分裂啊 所以这个 呃这个也是啊 这个蒙古人呢他自己分裂啊 你像这个呃这个蒙古的金帐韩国 分裂出了很多小的韩国啊 有人说有什么蓝帐韩国 什么白帐韩国分出很多小的韩国啊 包括远东的西伯利亚韩国啊 包括这个喀山韩国 阿斯特拉罕韩国 克里米亚韩国 都是原来这个金帐韩国分裂出来的啊 都是金帐韩国分裂出来的啊 所以在金帐韩国分裂的这个过程当中 1480年的库里科沃战役这个莫斯科人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彻底摆脱了这个呃这个这个金帐韩国的统治啊 然后就走上了这个独立的道路啊 但是问题是呢 莫斯科人直到1480年才彻底摆脱这个蒙古人的统治 而在莫斯科人摆脱了蒙古人的统治之后啊 他开始对外扩张啊 统一原来四分五裂的罗斯诸国啊 Rimon放下一张图 图8啊 他开始这个像这个这个就是呃 什么这个灭掉什么特维尔啊 梁赞啊 诺夫哥罗德啊 把江域一直往北扩张到了这个呃 巴伦之海扩张到了北冰阳一直往北啊 可是在早在这个之前啊 像这个呃 俄罗斯的一些个西部的一些个邦国 就发动了反对蒙古人的起义啊 而这个西部的这些邦国呢 发动反对蒙古人的起义 他们本来离的蒙古就远啊 他中间有莫斯科给打着呢 他离的就远 所以他发动起义呢 也就比较这个顺畅 而在这个发动起义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需要这个强有力的外援啊 所以呢他们就找到了两个国家做外援 一个呢就是立陶宛大公国啊 刚才我们看了个地图上呢 应该能够看到啊 这个立陶宛大公国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波兰王国啊 所以呢这个呃 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王国 就帮助这个罗斯西部的各个公国抵抗蒙古人啊 并且呢不断的这个率领军队进入这个啊 就是西部啊 这么一来啊 这么一来的结果呢 就是被立陶宛大公国啊 所解放所同化的那块东斯拉夫人的土地 就是今天的白俄罗斯啊 就是今天的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啊 白俄罗斯啊 然后被这个波兰人所征服 所同化的那块这个东斯拉夫人的土地 就是今天的乌克兰啊 所以这个呃就是这个东斯拉夫这三个民族啊 这个主体三个民族啊 就俄白乌这三个民族为什么形成啊 就是为什么会有白俄罗斯或者白俄罗斯 为什么会有乌克兰啊 就是因为一个是被立陶宛人从蒙古人手里解放出来的 一个是被这个波兰人从蒙古人手里解放出来的 你别看这个今天的立陶宛是个几万平方公里啊 这个一两百万人口的弹丸小国 历史上那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大国 非常强悍 波兰更是赫赫有名的大国啊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等于波兰和立陶宛 他们就征服了相当大的这个东斯拉夫人的土地 所以东斯拉夫的这个呃民族就逐渐一分为三 渐行渐远 就俄白乌三国就一分为三 那就所受的这个影响不一样啊 俄罗斯更多的是受蒙古人的影响啊 所以他其实亚洲基因更多一点 白罗斯受这个立陶宛的影响啊 而这个乌克兰呢他是受波兰人的影响 波兰人又是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啊 因此上在东斯拉夫的这三个主体民族当中 乌克兰人更多的是亲欧啊 就是他他可能是看向欧洲 特别是以这个地涅伯和为界啊 一分两半啊 西乌克兰地涅伯和往西的乌克兰 这历史上就是波兰领土啊 所以那有相当多的人是信仰罗马天主教啊 是是这样的人 所以他才会这个就是就是亲欧啊 所以他这个今天为什么乌克兰人要加入欧盟啊 要加入北约啊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他有他从文化传统上讲啊 他这个亲欧的这个传统好几百年了 打从这个这个十四十五世纪 他就跟欧洲就就连成连成为一体了 所以这个很好理解啊 这个白罗斯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后来立陶宛被俄罗斯征服了 那个俄罗斯帝国的时候 立陶宛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啊 是被征服了是吧 所以呢他没有这个这个传统啊 他不像那个西乌克兰的很很长一段时间 是在波兰的领土之内啊 所以他没有这个传统啊 那么当这个莫斯科公国走上独立发展道路之后 就开始对外侵略扩张啊 这个瓦西里们就开始对外疯狂的侵略扩张啊 特别是到这个沙皇啊 到这个瓦西里三世的时候啊 瓦西里三世大公瓦西里三世的时候 他娶了这个拜占庭帝国的末代皇帝军事坦丁十一世 有人说是侄女有人说是侄孙女啊 由这个罗马教皇作媒把他嫁了过来啊 就是这样的话呢他就理论上得到了拜占庭帝国的皇位继承权啊 就我有这个拜占庭帝国的这个皇位继承权 这个继位的权利啊 他那只要你有血缘关系啊 什么外甥啊 什么什么侄女啊 甚至什么外甥媳妇啊 什么外甥女婿 你你都有继承的权利啊 因此呢这个呃 瓦西里大公就说呢 你看我娶了这个拜占庭帝国的末代公主啊 那我就有这个继承拜占庭帝国的这个皇位的这个权利啊 而且呢拜占庭是这个东罗马啊 现在呢被奥斯曼土耳其人灭掉了啊 然后这个军队凯宁宝呢也被夺占了啊 那么现在呢罗马就转移到了我这儿 所以莫斯科就是第三罗马啊 因此这个莫斯科人呢也一直以这个第三罗马自居啊 就俄罗斯人第三罗马自居啊 特别是在那后来沙皇的时代啊 你知道这个这个就叶利钦普京的时代吧 应该都是这样啊 就是说这个全世界东正教的总头 应该是莫斯科的大牧手啊 大牧手 当然这个你像军队凯宁宝还有啊大牧手 不过这个大牧手影响力就明显就是不如莫斯科 因为主要是斯拉夫人信仰的东正教啊 再有呢现在他跟乌克兰人啊一打 乌克兰的东正教会就摆脱了这个莫斯科的这个东正教会 就独立出来了啊就独立出来了啊 所以他以第三罗马自居啊 他甚至继承了东罗马帝国的国旗和国徽 东罗马帝国的国旗和国徽 就是典型的双头鹰啊 一头看向罗马一头看向君产宁宝啊 或者一头看向欧洲一头看向亚洲 这个是东罗马帝国的国徽 罗马是一亿之鹰一个脑袋的鹰 东罗马是双头鹰啊 所以呢这个凡是以这个双头鹰为标志的 都认为自己继承了罗马的传统 像奥匈帝国也是双头鹰 俄罗斯帝国也是双头鹰 那你德意志帝国就是丹英 就是以鹰为标志的啊 这个王国 基本上就认为自己继承的是罗马 以狮子为标志的 你像英格兰啊丹麦啊什么挪威啊 以狮子为标志 这就原来跟罗马敌对的势力啊 这罗马敌对的势力 就以这个熊狮为这个这个为标志啊 为标志就是就是这么简单区分 你看欧洲最主要的这个动物座图腾 就是狮子和鹰啊 狮子就是罗马的敌人啊 鹰就是罗马啊 你就这么就这么简单的去去去这个理解 所以俄罗斯今天他的国旗也是双头鹰啊 国徽也是双头鹰啊 这个双头鹰啊 这个双头鹰就是继承了东罗马的那个标志啊 那个标志所以他自称是第三罗马啊 然后开始大力的这个对外侵略可章 到1547年的时候 大公瓦西里四世 自认为是罗马皇帝 给字尔加上了凯撒的头衔啊 C字啊 加上了这个头衔 这个头衔呢 俄语读音再转译成汉语 就变成了沙啊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国家呢 叫做沙皇俄国啊 沙皇俄国 就到1547年啊 然后这个伊凡四世呢 也就是俄国历史上著名的伊凡雷帝啊 曾经因为这个暴露啊 在他情况之下 这个亲手打死了自己的儿子啊 所以这画家列宾 不是画那幅著名的画吗 他抱着这个这个被打死的这个皇太子啊 那也也很痛苦啊 把儿子打死了啊 然后他在位的时候疯狂的侵略扩张啊 大家看下一张图 哎 莫斯科大公国的疆域在迅速的扩大啊 这个就是 甚至呢 征服了这个喀山韩国 征服了阿斯特拉罕韩国 征服了西伯利亚韩国 他的疆域一直就到了哪呢 到了这个这个西伯利亚啊 这个控制了广大的洞土地带啊 然后呢 他建立起了这个著名的这个沙皇俄国 著著名的沙皇俄国 伊凡雷帝呢 因为他的这个儿子啊 就被这个他被 就是他的这个智力健全的啊 这个皇太子呢 就被他打死了啊 被他打死了之后呢 他只有两个儿子啊 就是还剩下两个儿子 做他的这个接班人啊 一个呢 他是这个呃 费奥多尔啊 费奥多尔呢 是个智障啊 身体呢 也不是很好 那这是他的这个就是 一个媳妇生的 再有一个小皇子呢 叫基米特里 基米特里 基米特里呢年纪很小 而且他的呢 这个娘家呢 势力也不大啊 就是他没有这个费奥多尔呢 这个娘家呢 这个势力大啊 所以呢 在这个伊凡雷帝驾崩之后呢 这个又有点智障 又有点这个呃 这个身体不太好的 这个费奥多尔呢 就继承了这个 沙皇的皇位啊 继承了沙皇皇位 由这个费奥多尔的 舅舅 大贵族 舒伊斯基啊 这个大贵族 舒伊斯基 来这个担任摄政啊 担任摄政啊 然后呢 这个舒伊斯基呢 就把这个呃 伊凡的小儿子 这个基米特里皇子 和他的母亲啊 就流放到了这个 喀山啊 流放到了喀山啊 然后呢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就传来说 这个基米特里就死了 那就死了 说是病死 要是怎么死的 其实这个就是 你拿脚子的都想明白 这是舒伊斯基给给给害死了 所以呢 这个俄罗斯不是有那种低血教堂 就是有这个圣人在这遇害 最典型是 圣彼得堡的低血教堂啊 就是沙皇 亚历山大二世在那遇刺啊 喀山有一座低血教堂 就是这个基米特里皇子 在那遇害 后来呢 这个东正教会 就追认他为圣人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 这个基米特里的像 脑袋后边都有一个光圈 圣基米特里 就包括这个俄罗斯著名的 沙皇时代著名的海军上将 乌沙克夫 他在晚年出家 当了一名东正教的修道士 所以这个后来呢 这个教会呢 也尊封他为圣人 所以特别有意思 这个你看一个人 穿着海军上将的制服 这奸章上三只鹰 那是海军上将 然后脑袋后边一光圈 那这怎么回事 那现在变成了这个 这个 圣无杀过夫了啊 因为他后来就出家了啊 出家了 所以就成了这个东正教的圣人了啊 这个特别有意思 是吧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这个 这个 费奥多尔呢 这个本来就是智障啊 然后又又多病啊 抽这个杨角峰啊 玩刀的时候呢 突然这个 发杨角峰了 结果这刀把自己扎穿了 死了啊 他这一死啊 这个等于 琉里克王朝绝四啊 等于琉里克王朝绝四啊 这样一来呢 琉里克王朝就没有后代了啊 琉里克王朝没有后代 所有的贵族们啊 就公推 舒伊斯基 担任这个沙皇啊 所以呢这个 琉里克王朝存在了六百多年之后 爵士大贵族舒伊斯基出任沙皇 舒伊斯基一出任沙皇之后 就引起了其他几个大家族的非常的不满啊 因为琉里克王朝虽然直系爵士 人家还有这个庞系 这庞系一直存在到十月革命的时期 你像这罗格金公爵 他们家就是琉里克王朝的这个庞系 所以人家非常不满啊 因此俄罗斯就动荡不安 俄罗斯动荡不安的这个情况之下 那就被这个波兰人就找到了机会 波兰人就找到了机会 波兰人呢 因为这个跟俄罗斯是世仇嘛 而且波兰这个时候 为了对抗这个 为了对抗德意志的条顿歧视 也为了对抗这个俄罗斯人 跟立陶宛联合成立了一个共主的联邦国家 就是波利联邦 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 波兰国王和立陶宛大公结婚 俩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王跟男大公 俩人结婚 然后后来这两个国家就合而为一 成了这个共主联邦 那这个国家实力就非常强大了 所以这个波兰王国当时的国王 后来呢又担任过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担任过波西米亚的国王 这就是著名的西吉斯蒙德 西吉斯蒙德呢就找到了一个机会 所以这个时候呢 那些个不满舒伊斯基的俄罗斯贵族们 就来这个去向这个波兰求救 您能不能出兵 然后您能不能仗义一点 这个出兵 帮我们这个打败舒伊斯基这个这个建主 然后呢我们就是这个赢回我们的明军 然后这个谁呢这个西吉斯蒙德非常高兴 没问题说那个那个我一定帮你们出兵 而且让我告诉你们 那个基比特利没死没死 逃到我这儿来了 我给找着了 所以你们快保着他回去 然后把这个舒伊斯基推翻 然后呢让他复位 然后让琉里克王朝呢这个就是兴灭忌绝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这些个俄罗斯贵族在波兰军队的支持下就杀进了莫斯科啊 这个灭掉了这个舒伊斯基的短暂统治啊 然后这个呃 由西吉斯蒙德扶植的这位沙皇登基啊 这就是韦基米特利一世啊 因为他不是真的基米特利王子 真的基米特利王子已经死了啊 所以他是个假的 因此呢叫韦基米特利啊 为什么韦基米特利还有一世呢 这特别有意思 因为还有二世啊 这更有韦沙皇还有二世啊 这个韦基米特利一世啊 他本来进入莫斯科的时候呢 就是特别的这个 莫斯科人是很拥护他的啊 这个我们这个老主公的儿子 小王子回来了 本来是因为大家都不满的舒伊斯基的统治嘛 都觉得你这个根儿不红描不正啊 你算个蛋啊 你是篡位啊 又把这个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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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彼得大帝以前的沙皇都葬在这个圣母升天大教堂里 就是这个因为我去过两次这个教堂都在这里边 在这个圣母升天大教堂 所以你必须要到这里边举行这个就是东正教的仪式 才表示你加冕 结果呢这个围观的人群呢就惊讶的发现 这沙皇纪米特里的随从里边有很多是波兰人 而且呢他们因为用波兰语教他们 这一听就能听得出来 而且呢这个纪米特里这个韦纪米特里 对东正教的传统对东正教的仪式丝毫不尊重 也完全不熟悉啊 该走到哪儿站住该走到哪儿下跪完全不懂 一看就是外行根本就不可能是这个俄罗斯人 那根本就不可能是这个这个纪米特里 因为他跟随从交谈那里有用的波兰语 那我们的那个这纪米特里王子从来都没出过国呀 他怎么可能学会了波兰语 怎么有这么多波兰哥们 这人是假的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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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皇是假的 于是这个莫斯科人就迅速发动了暴动啊 就冲进了克里姆林宫抓住了这个韦沙皇这个纪米特的衣室啊 然后用大炮把他轰成了粉啊 真是炮局绑到大炮上 砰一炮给轰成粉了啊 轰成粉上骨灰还倒进了这个莫斯科河里啊 倒进河里了啊 然后又就是整个这个这个莫斯科就又乱了啊 又乱了 沙皇们就这个大家族就又开始争权独立啊 波兰语言怎么回事啊 我扶着这个傀儡他怎么这个啊 就就就就被干掉了是吧 我被我费了这么大力气 结果我扶着这个人居然被干掉了啊 所以波兰人就不干了 波兰人不满啊 就又找了一个傀儡啊 然后又找了一个傀儡啊 然后又找了这个傀儡辈儿斗啊 他也自称是这个纪米特里啊 说我当时我我跑了啊 我没死啊 那个拿炮轰的呢 是我的替身 最逗的是呢 这个伪纪米特里一世的媳妇儿嫁给了这个伪纪米特里二世啊 而且呢就说没错 这就是我老公他没死啊 他这个这个当时跑了是随从换上他的衣服 这被炮轰的不是啊 说我就是沙皇啊 其实这个时候全俄罗斯人谁都明白这是假的啊 这是个这个离鬼啊 是个吸背货 但是呢因为不满意这个舒伊斯基家族的统治啊 所以又有一部分俄罗斯贵族去支持这个伪纪米特里二世啊 因此又是打的个乱七八糟热火朝天 这个时代在俄国历史上叫做大洪水时代啊 就是这个诸侯争霸呀 外敌入侵呢 整个国势混乱不堪 一直到1612年啊 一直到1612年啊 这个大贵族罗曼诺夫在所有贵族的支持下 被选举为新的沙皇 建立了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二个王朝 罗曼诺夫王朝 也是最后一个王朝的啊 到1917年被这二月革命推翻啊 被二月革命推翻305年 想国是305年 所以俄罗斯那么漫长近千年的历史 他只经历过两个王朝 一个是琉里克王朝600多年 一个是这个就是罗曼诺夫王朝300多年 只经历过就这么这么这个两个王朝 这在这个世界历史上都是很很罕见的啊 这么长的时间就两个朝代 这个很很罕见啊 他就经历过这个两个王朝啊 所以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之后 才逐渐开始形成后来的这个沙俄帝国啊 才逐渐形成后来的沙俄帝国啊 那么在当时呢乌克兰仍然是这个被波兰所占领的啊 被波兰所占领的但是呢在乌克兰的土地上 生活着大量的这个哥萨克啊 这个大家知道啊 哥萨克啊 哥萨克呢就是呃民族成分非常复杂啊 有波兰人呐有斯拉夫人呐 甚至也有突厥人呐 那他们这个哥萨克的意思就是突厥与自由民的意思啊 我们不受任何政府的管辖啊 我们这帮人这个大块吃酒肉啊 大大乘分金银 我们自由自在的驰骋在蓝色的大森林啊 所以我们我们我们谁的统治都不受啊 他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他这帮人呢 他不受任何人的这个管辖呢 就自由自在 但是呢 这个哥萨克兰平原是欧洲 的粮仓啊 那这么一帮人跟着自由自在的 所以很多人就都想征服这个乌克兰啊 就想征服这个这个呃这个地区啊 其中包括奥斯曼土耳其人啊 包括奥斯曼土耳其 奥斯曼土耳其人呢 这个呃苏丹啊 非常傲慢的给这个哥萨克的这个首领 哥萨克的首领叫盖特曼啊 就是相当于咱们的这个皇帝啊 他就叫盖特曼啊 就相当于什么克汗啊 蝉鱼啊 那就就这个意思啊 给他盖特曼写了封信啊 让这个这个盖特曼归降啊 结果这个这个呃这个呃这个 乌克兰的这个盖特曼回了一封信啊 可以讲是世界外交史上最脏的脏话 写的这么一封信啊 你可以到这个网上查一下啊 有中文翻译啊 太脏了吧 就是就是满 满嘴的这个屎尿屁生殖器 满嘴这个东西就骂这个苏丹啊 我不知道苏丹看完了这个是不是得气挺了啊 所以他就拒绝这个归降 奥斯曼土耳其啊但是呢 他们也不愿意受波兰人的统治啊 他们是一些自由民嘛 所以他也不愿意受这个波兰人的统治 怎么办呢啊 在1654年的时候啊 公元1654年的时候 当时的这个哥萨克的盖特曼就是哥萨克的首领啊 叫赫梅比尼茨基啊 赫梅比尼茨基他呢就主动联络沙皇俄国啊 就表示呢 我就就联络彼得大帝的爹啊 联络阿里克辛啊 沙皇阿里克辛就联络阿皇啊 这个沙皇阿里克辛啊 有的书上翻译成阿里克谢一回事啊 就说呢 我愿意归属你啊 你帮助我抵抗这个波兰人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就合并了啊 乌俄合邦在1654年的时候啊 然后这个赫梅比尼茨基呢就成了这个俄罗斯的贵族啊 然后哥萨克呢就开始为这个俄罗斯效命啊 在以后这个俄罗斯立斯的对外战争当中啊 这些哥萨克都是这个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啊 都是这样 所以从1654年开始啊 这个乌克兰呢就变成了俄罗斯帝国的 这一部分啊 这个基辅呢也就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个重要的城市啊 就跟那个圣彼得堡啊莫斯科啊一样啊 基辅军区司令的位置呢也是位高权重啊 成了一个重要的这个城市啊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沙皇俄国这个崩溃啊 沙皇俄国崩溃之后就是俄国 沙皇俄国当时大家看一眼他的领土啊 看一眼他的领土啊 就是图石田建 那个里面放一下图石啊 这是图石啊 俄罗斯帝国迅速的扩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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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么老大啊 扩张到这么老大啊 这应该是今天的俄罗斯啊 就是因为我这个看我只能看到一半嘛 我看不太清楚啊 反正他这个领土迅速的在扩张啊 全部扩张扩张扩张啊 那么这个扩张的过程当中呢 实际上就有人讲那个沙皇俄国就是一座民族的大监狱啊 各个民族就被迫融了进来 包括中亚的穆斯林们就被迫融了进来 等到沙皇俄国一崩溃 各个民族就找到了独立自主自由的这个机会 于是纷纷走上独立的道路 包括乌克兰也就是走上了独立的道路 所以乌克兰的一个这个这个民族英雄叫彼得刘拉 就在这个基辅呢宣布成立最高拉达 今天乌克兰的议会也叫拉达啊 最高拉达啊 然后呢成立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啊 当然了这个彼得刘拉的这个人民共和国呢 就是就存在的时间就非常短暂了啊 这个后来的这个呃这个谁呢 后来的这个苏联红军啊 在打败白军的这个过程当中 就把彼得刘拉就当做是白军就一块给消灭了啊 所以你看原来咱们那个就就那个那个小说 保尔卡扯金就是他就是乌克兰的 保尔卡扯金就是乌克兰的 他就是打这个什么彼得刘拉匪帮啊 包括打什么邓尼金的 因为他就是跟那个沙皇的将领什么的 就彼得刘拉等于就是我要保证乌克兰的独立 所以呢谁干涉乌克兰独立我打谁 你苏联苏俄红军来了我就打红军 邓尼金的白军来了我就打白军 波兰人来了我就打波兰人 所以他没有任何朋友啊 没有任何朋友最后这几个人都捏过他啊 所以呢这个最后是这个苏俄红军胜利 就这个短暂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就灭亡了 那灭亡了然后就整个后来就并入到这个苏联当中啊 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之一啊 15个加盟共和国之一 你像那个克里米亚半岛啊 确实他是被沙皇征服的啊 最早他是属于这个奥斯曼土耳其的这个藩属国啊 他是这个蒙古金帐韩国的这个这个这个残余啊 建立的这么一个国家啊 直到这个18世纪就17几几年才被这个沙皇俄国征服啊 所以克里米亚半岛他最古老的这个居民 应该是达达人啊 应该是这个蒙古人的一支啊 应该是达达人啊 然后他才被征服啊 被征服之后呢 他实际上一直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 1954年的时候呢 为了庆祝这个俄乌合并300年啊 咱们前面讲过1654年的时候 赫梅利尼茨基跟那个沙俄合邦啊 到1954年正好是300年 为了庆祝这个这个庆典啊 这300年 所以呢 赫鲁晓夫就把克里米亚半岛当作礼物 送给了乌克兰 当时没所谓啊 当时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一个国家是苏联 等于我左手掏出来装右手 等到91年苏联一解体 这就成了民族纷争的问题了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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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克里米亚问题 他就是这么来的 是吧 那么 91年这个苏联解体的时候 这不用说了 中亚武斯坦啊 南高加索三国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 摩尔多瓦这些国家纷纷独立 是吧 这个俄白乌何去何从 是吧 因为这个白俄罗斯 乌克兰 他历史上一直跟俄罗斯是一个国家 他从来就没有独立过 没有独立 乌克兰那会他也不叫独立 他是被这个这个就怎么说呢 被这个就是就是波兰人统治过 他一占领他一段时间 然后他主要是这个 格萨克人自治 盖特曼他格萨克人自治 所以呢 因为在这个1991年的时候呢 面对这个苏联解体这个局面啊 就是人家那些国家 原来你呀 波罗的海洋三国 1940年才被吞并 人家独立恢复民族独立 这是这个名正言顺的 那你历史上 这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一直是东斯拉夫民族主体国家 都在一块怎么办 据说这个老布什总统都劝乌克兰 你别独立 你就跟俄罗斯合并完了 但是呢 这个乌克兰的开国总统 就克拉夫丘克 坚持这个乌克兰独立 包括白俄罗斯 也就独立出去了 所以呢 这个俄罗斯和今天为什么说 就乌克兰从来不是一个国家 应该把它从地图上抹掉 你要从历史的角度上说 从历史角度上说 确实两国在历史上呢 是一个国家 但是呢 1991年 乌克兰独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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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呢 这个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承认 而且它是联合国的成员国 它的主权独立 它的领土完整 受世界各国承认 然后在这个现在这样那种情况之下 你出兵侵略人家 甚至想把这个国家灭掉 造成这个杀害无辜平民 百姓流离失所 难民遍及欧洲 这种情况 那这就是不对的了 这怎么说也是不对的 你不能因为这个历史上 它是你的一部分 然后你就出兵打 那中国想打的国家太多了 那越南在历史上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五代十国都是才独立 尤其越南的北部 那中国的一部分 我们说我们现在要恢复我们的故土 把越南北部占了 你觉得合适吗 朝鲜北部是 历史上是中国的一部分 汉朝跟那设了四个郡 平壤都是中国给起的名 让我们出兵收复故土 我们占领平壤 你觉得合适吗 所以这个 这个你如果还抱着这样的一种思维 就是我要收复我的故土 它历史上是我的一部分 我要把它收复 那这思维简直就是 那就是什么年代的思维 这都没法说了 这鸦片战争 甚至更往前那时候的思维了 所以这个无论如何 是说不过去的 好 那关于这个俄罗斯和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前世今生 就是咱们主要就是讲这么多内容 讲这么多内容 这个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拉拉杂杂 东拉西扯 特别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收看 也感谢大家的这个打场 这个真的特别感谢 因为这个疫情嘛 也没有别的这个谋生的手段 咱也没有别的谋生的本事 只能靠这个的 所以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 巴顿过来 你也谢谢大家 巴顿过来 过来 过来宝宝 过来 见见大家伙 谢谢大家 你谢谢大家 给大家乐一下 你给大家乐一下 来 过来过来小巴顿 你给他们来国旗 来小巴顿 来乐一下小巴顿 你说谢谢大家 作一 作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你说谢谢大家 人呢 人呢 怎么看不见我们小巴顿呢 这儿了 这儿了 看见了 看见了 然后小巴顿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都是哪个国家的国旗 你知道这个吗 这是哪啊巴顿 这是哪 巴顿就喜欢玩国旗 各国的国旗 这你都认的这儿哪 巴顿告诉大家这儿哪 巴顿 日本 日本 这个呢 这个呢巴顿 我说这个哪 韩国 韩国 这个呢巴顿 他找个男的 这个哪啊 这个 这个 这个谁都认的 这是哪啊巴顿 这个是哪 巴顿 这个是哪 安格拉 安格拉 真棒 这个呢巴顿 让大家看看这个 这是哪个国家的国旗 这跟德州的州旗很像 这是哪个国家 智力 智力 哎哟真好 这俩我都分不清楚 这是哪 这是哪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哇塞 这个呢 新鲜 哎哟好家伙嘞 这个呢 这是哪啊 苏丹 苏丹 我的天我都没听说 我苏丹不是一个国家的元首吗 这是哪 埃及 哎哟 埃及 你看全认识 这个呢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 哎哟 这个呢 沙特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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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再给大家弄个男的啊 这是哪 瑞典 瑞典 然后呢 还有好几个呢 你给他比个这个 比个这个哈 这个哈 这是哪个国家 哈巴 哈萨克斯坦 哎哟真棒 这个呢 伊朗 伊朗 我的天呀 真棒 这是哪啊 玛丽 玛丽 天哪 玛丽 天哪 这是哪啊 这样这又一个十字 这是哪 你拿的这是哪 墨西哥 墨西哥爸爸拿的这个呢 爸爸拿的这哪 冰岛 冰岛 哎哟天哪 这真厉害 哎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是哪 你再拿一个 你再把那个找到那个 这这这这 来来 你看这两个撞山的国家 这两个撞山 一个红白 一个白红 这都是哪啊 这个是哪 这是哪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 那这个呢 波兰 波兰 哇 国旗还有撞山的啊 太好玩了 这个呢 这个是哪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 哇塞 太棒了 宝宝 跟大家说拜拜 你说谢谢大家 谢谢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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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哎 好 拜拜 巴顿你说我有钱买玩具啦 谢谢大家 谢谢啊 好了 拜拜 好了 去吧 小乖乖去吧 真棒啊 真棒啊 太感谢大家了 哈哈哈 巴顿一直想那个当面对大家表示感谢啊 今天终于给他一个机会啊 终于给了他一个机会啊 谢谢谢谢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啊 好啊 那剩下呢 二十分钟的时间啊 二十分钟时间还是那个咱们 呃 老老规矩啊 请大家呢 就今天讲座的那个内容啊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啊 有什么这个感兴趣的话题啊 啊可以这个提问啊 可以提问啊 好啊 现在时间交给German 嗯 好的啊 感谢大家对袁老师的支持啊 上面的二维码是袁老师本人和袁师母的 所以说这个会百分之百是袁老师 所以说欢迎大家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如果大家没有微信或支付宝的话 屏幕上方也有袁师母的PayPal 大家也可以通过PayPal的方式支持袁老师 谢谢啊 谢谢大家再次感谢啊 嗯 好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啊 大家可以在屏幕上留言 然后问的问题就是最好是和本次活动直播相关的不敏感的问题 那我们看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 嗯 哎 这次怎么在屏幕上看不到大家的留言啊 啊 可能要把屏幕给 这翻翻翻过来吧 翻过来 那那我竖过来行吗 先竖过来啊 竖过来吧啊 因为这个啊 对 竖过来吧 因为那么着的话 这屏幕太矮 我看不到 对对对 嗯 现在行了 嗯 好的 啊 我看到这里有一个 OK OK 好啊 现在行 现在行啊 现在没问题可以 嗯 好的 然后有一个网友他问 俄罗斯是不是典型的农耕社会 会有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仕途性 那为什么会有什么性 啊 这么强的 强力的仕途性 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啊 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啊 俄罗斯啊 俄罗斯啊才不是农耕社会呢啊 俄罗斯是典型的游牧民族啊 这个带点这个商业民族的这个属性 那他主要是游牧民族 他为什么有这么这个典型的仕途性呢 就是就包括咱们讲啊 讲这个就是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也好啊 他原来这个组织华约呀 然后什么把这个华约东勾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我们总听 他说一个词就我要有我的战略缓冲空间 是吧 所以这个词就非常逗 是吧 你缓冲的空间你要不要保护 是吧 如果你保护了的话 那这个缓冲的空间跟你的本土有什么区别 啊 他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仕途性 因为你咱们刚才讲这个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历史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他位于东欧大平原 一马平川 无险可守 是吧 你看这个整个从这个 古拉尔山你一直往西去 都是平原 俄罗斯的平原面积占500万平方公里 中国的平原才100万都不到 是吧 100万都不到 他500万平方公里 国土这500万平方公里 几乎都是可以耕种的 是吧 所以他这个莫斯科公国兴起的那地方就是一片大平原 这个四面无险可守 用俄罗斯人自己的话来讲 我们是待在一个没有护栏的婴儿床里 所以随时什么狐狸来叼一口 野狼来叼一口 耗子啃一口 黄小狼怼一下啊 因此他就是需要国土不断的大不断的大不断的大 我才能保证我的中心地带这个不受侵扰 否则的话 我就原来莫斯科公国那么点 是吧 那随便谁过了一怼 我就完蛋了 因此就是因为我的地皮大 那这个 卡尔十二世曾经攻入过俄国 拿破仑曾经攻入过俄国 希特勒曾经攻入过俄国 但谁也不可能终结俄国 就是因为我的地皮这么大 所以俄罗斯对这个土地就一种强烈的执着 我一定要占更多的地 才能保证我中心地带的安全 就是这么个意思 跟他这个地形呢是有关的 嗯 好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问 就是美国国会也有一个鹰 这是否和罗马有关系 美国国会的那个鹰啊 跟那个罗马应该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因为他那个鹰呢是北美的一种 这个就是珍稀动物 就这种白头海雕 白头海雕 他可能他因为美国人呢 他都是一些个这个讨厌这个什么 欧洲王室啊贵族啊那一套的东西 那么那一套东西的人到这建立的国家啊 所以他是用这个白头海雕 来象征什么勇敢啊自由啊这些东西 他绝对不是继承欧洲 他没有王室文化 你明白这意思吧 美国人没有王室文化 所以实际上呢 这个美国人反而是呢 就对贵族那一套东西 就是越到现在他对贵族那一套东西 他反而越有一种这个 想往啊 所以为什么美国那几大这个政治世家 你比如肯尼迪家族啊 包括布什家族啊 他老能那个什么当选啊 你甭管是选州长啊 还是那什么进内阁 他老能当选甚至父子当总统 为什么 就是美国人都觉得这就是我们国家的贵族 像欧洲那样传承多少年的贵族 我们这没有啊 没有被人看都是香巴佬 人家这个过去欧洲王室的国家 人家搞个什么庆典啊 包括人家大使都是全套的礼服 配着剑挂着勋章 我们只能穿西服 因为我们就西服在欧洲人眼里是变装嘛 只能是变装 那我们没有贵族的传统啊 我们也需要培养我们的贵族 反而他更希望这个意思啊 好 好的 下一个问题是想问您就是如果不打仗的话 您推荐去乌克兰还是去俄罗斯 乌克兰我没有去过 但是呢俄罗斯真心不错 就是这个这个就是咱们就是说 咱们不说这个这个这个国家怎么样 其实不是说这个国家怎么样 他主要是这个这个政府怎么样啊 就是可能普京政府不咋的 王八蛋是法西斯政府 但是俄罗斯人民真的是很好 而且说句实在话热情友好 热情友好 而且就是上点岁数的俄罗斯人啊 往往都会说汉语 特别是他那个那个就那个 就是因为我最爱逛的那种 比如什么文物商店啊 纪念品商店啊 那那点的俄罗斯人都会说俄语啊 都会说汉语 因为这个可能中国人也是那最主要的游客 欧美国家的游客也比较少的 就是你看去的都是这个中国游客的 所以他那的人呢都会说汉语啊 而且这个 因为你看这个俄罗斯人有很多他远东的人呢 他就是黄种人 长相就是中国人一样 其实包括这回那个布查查案干的那个64机械化旅 那个就是那个库里特人嘛 那就是原来属于这个东湖部落的一支 跟什么鲜卑人啊 契丹人呢这是一个部落的 所以你看他们的长相都像那个 像那个这个这个中国人的长相啊 像中国人的长相是吧 所以他们好多人 包括什么卡尔梅克人呢 包括这布里亚特人呢 好多这些就是亚洲人啊 蒙古人什么这这这这些人 他们都都会说汉语 而且这个他的毕竟俄罗斯帝国三百年 留下的很多这个辉煌灿烂的东西啊 如果要是去俄罗斯的话呢 就是因为我只去过圣彼得堡和莫斯科 其他城市我也没去过 那如果这两个城市 你去就俄罗斯双城 这两个城市你去的话 我是这么推荐 十天的时间的话 莫斯科三天圣彼得堡七天 那圣彼得堡就是号称北方的阿姆斯特丹 而且呢 特别是在苏联时代 因为首都在莫斯科 所以呢 地俄的那些东西完好的保留下来 一点都没破坏 一直到二零一三年 圣彼得堡最高的建筑仍然是圣彼得圣保罗大教堂的尖底 到二零一三年才被中国盖的一个居民楼所超过 那就给给他卖房 盖着一个什么居民大厦 说超过圣 二零三年以前都是圣彼得圣保罗大教堂的尖底 所以他那个城市基本上就跟沙皇时代一模一样 就比较破败 好多房子因为没有主人了 窗户都没了 然后那雕像也被破坏了 教堂的那个雕像就破坏了 然后铁丝网围着比较破败 但是真的很好看 非常好看 所以乌克兰我没去过 你要让我推荐我没法推荐 我没法推荐 但是乌克兰很多古迹 这次战争当中都被毁坏了 我估计恢复也很需要时间 所以如果俄罗斯真的有一天 能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的话 俄罗斯其实是很值得一去的 好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问袁老师 就是蒙古之所以当时能够扫平欧洲 是不是和他们的骑兵战术和远程弓箭有很大的关系 对啊 就刚才我讲了就是因为他的猛火歹战术 这个猛火歹战术在火器发明以前是无解的 是吧 因为你这个他老远冲你射箭 他老远就冲你射箭 他是在你的弓箭射程之外 因为这个骑兵用的功表清 表清 而且他不以射死你为目的 批这个遮天蔽日的这个遮天蔽日的箭就放过来 他连瞄准不瞄准 朝天上啪 他是以扰乱你的阵型为目的 能射死你当然更好 射不死也无所谓 就是以这个扰乱你的阵型为目的 所以你火器发明以前他冲你骑着马冲过来 他是一边骑一边射箭的 你根本就瞄准不了他 你根本就瞄准不了他 他本来就没有什么阵型乱轰轰的一窝风冲过来 他也不怕你射箭扰乱他的阵型 他在马上运动速度极快 抛射出大量的箭雨把你的队型打乱 你这只有火器发明了 碎发枪啊 甚至这个最最好的机关枪 一扫这些人全倒 他这个他这个阵型才没有用 否则就这个阵型他是无敌的 你还一直到这个通州巴里桥之战 1860年巴里桥之战 森格林沁仍然用这种网货歹战术 两翼青旗兵突动 去搅乱英法联军的阵型 然后他在等着中央的这个重骑兵出动 他就觉得这一战就能把英法联军干败 没有到人家都是 那个时候都是这个阿姆斯特朗炮啊 什么拿破仑炮啊 然后这个后发后堂装弹的步枪啊 机针枪啊 这晚上一上蒙古骑兵就完蛋了 就完蛋了是吧 但是这个意思 嗯好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想问袁老师 就是关于俄罗斯 您说俄罗斯继承了蒙古人野蛮的精 具体体现在哪里 他说他觉得列宁和伯列日涅夫讲的挺像亚洲人的 呃列宁确实是有卡尔维克人的血统 他哪来就是卡尔维克人啊 就是这个呃 墨西蒙古的土耳护特部啊 因为这个躲避准嘎尔部的这个亲领 所以就西迁到了福尔加河下游啊 然后这个1771年的时候呢 这个因为沙皇俄国强迫他们改宗 抽调他们去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打仗 不断的征兵啊 所以呢 现在首领沃巴西就准备这个回归故土 而且听说准嘎尔部被清朝灭了啊 那准嘎尔的这个地盘就是天山北路也空出来了 所以我们就回归故土啊 因为这个呃这个呃这个呃呃这个 这个托尔胡特人分居在福尔加河的东西两岸 沃巴西是在东啊啊 他就想着等人等着河水结冰的时候 两岸的人两岸的部众汇合一块这个回归啊 把一块回归结果没让到那年暖冬 这个河水迟迟不上洞啊 不上洞了再加上这个这个什么呢 这个消息走漏了 那奥伦堡元帅已经率领四万俄军日夜兼程赶来了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办法了 这个沃巴西率领东岸的17万人就走了 那西岸的9万人就留在了这个沙俄 那后来呢就基本上被这个沙俄呀 就是同化了啊 好多贵族都送到圣彼得堡的念书啊 改宗啊啊改宗啊 那到今天这个卡尔梅克共和国呢 有了二十几万人 仍然是欧洲唯一信仰藏传佛教的国家 那作为俄罗斯的这个俄罗斯联邦的八十九个主体嘛 八十多个主体 它是其中的一个自治共和国 有二十多个自治共和国 它是其中的一个自治共和国 是吧 仍然是欧洲唯一信仰藏传佛教国家 所以这个列宁的奶奶就应该是卡尔梅克人啊 至于这个伯雷尔涅夫他是不是那个呃 长得像亚洲人我这个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对他不是不是很了解 我就知道他喜欢勋章 和别的不太了解啊 好啊 好的 我们看一下另外这有什么问题啊 就另外一个网友他说他看到的有些观点说 西方人对俄罗斯的不好印象主要是来源于他们的侵略性啊 信仰和血统 比如西方就更亲近乌克兰而不是俄罗斯 两国信仰和血统一样就是侵略性和政治制度不同 对这个也也很有道理 但是你说这个这个侵略性啊欧洲国家 哪个国家没有侵略性啊是吧 没有侵略性的话就没有今天欧洲的这种这个盛世与繁荣啊 咱们不可否认欧洲五百年一直是最先进的 但是呢他这个大航海时代以来啊 他对这个亚非拉地区啊 确实你有给亚非拉地区传播文明传播这个什么的 有这个作用但是呢亚非拉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啊 所以你说那个英国没有侵略性吗 德国没有侵略性吗 法国没有侵略性吗 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就是一一一一说就完了啊 一说就完了 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于这个文化和宗教的这种 反感啊或者说这这这这这这种抵触感啊 你就跟那个什么似的就跟那个中国呀 在明清时代对于朝鲜越南琉球其实是很有很有好感的 那因为觉得这些国家跟我们同文同种啊 甚至包括对日本啊都有好感 但是呢对于这个蒙古和西藏始终不拿他当自己人 就因为那的文化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啊 他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啊 好的嗯啊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问说孔子的儒学啊 学说是历代帝王的复生服 那么东正教义是不是他们呃执政的复生服 是的是的那因为这个呃就是实际上呢 就是说呃东正教跟沙皇等于它是两位一体的 那一而二二而二而一的这种关系 那所以为什么斯大林就是说这个呃就是苏联成立之后 对东正教打击的特别彻底啊 但是呢即便是对东正教打击的那么彻底 他仍然无法消除东正教在这个民间上千年的影响啊 你想从这个988年这个弗达基米尔信教那到这个这个苏联成立 这将近千年了啊这千年的影响 所以他没法这个给彻底跟除掉 因此特别是他对于这个民间呢尤其农村 一只眼闭一只眼啊 因为这个他也不影响什么啊 他不像你反对这农业集体化的那个 要抢你们家的马 抢你们的按牛 你不干那不成 这你挂个像无所谓啊 然后等到这个呃二四大战的时候 德国一入侵啊 这个这个这个东正教的大牧手啊 他又站出来说啊 要反对这个德国入侵要保卫这个俄罗斯啊 哎 结果这个斯大林一瞅 嘿这玩意有用啊 这家伙啊 合着好多时候我说的话没有你说的管用 所以就给这个东正教就开始恢复地位什么 发还一部分教堂啊 就是就就发还一部分财产 哎哎哎哎 到苏联解体之后 这更是成了俄罗斯的这个就怎么说呢 这精神支柱吧 所以是这个东正教确实是对他来讲 有特别重大的作用 嗯 好的 嗯 另外一个问题是问 刘立克真的是王统不决直到伊凡雷帝吗 这谁知道呢 这个可能就就真不知道了 是吧 因为这个东西他说是 你只能他说是啊 就跟今天咱说点不好听的话 你说这衍圣公孔夫子的圣人 这衍圣公传了七十多代 他真的是孔子的后人吗 啊真的是孔子的这个后四一直不决 这就是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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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孔吉孔黎就那么一直往下传 传到现在啊 传到这个什么这个现在台湾的孔垂长 他真的是孔子的后人 这上哪儿考证去 那只能你你你也拿不出反对他的证据 你也没法说他不是啊 就说这个历史上的这个东西啊 就是所有历史啊 东西就大家一定要记住 说是说有特别容易 说不是说没有是最是特别难的啊 因为你说是说有我随便拿出一个东西来证明就能证明 你要说不是说没有人 你随便拿出一个有的证据就把你否定了 所以在历史上轻易的不要否定啊 不要说不是 不要说没有 因为你得你得你要说不是你要说没有 你得花大力去去证明 但分人随便拿出一玩意来就能把你给给给给怼死了 所以不要请你说没有 你只能说他说是 你现在要找到别的证据啊 那行您是吧 你高兴就好就这个意思吧 你高兴就好啊 嗯好的嗯 再看一下大家最后有没有 我们最后再回答一两个问题 然后呃 欢迎刚刚有那个网友说无法扫脑 但是我们都测试过说可以是没问题的 如果因为大家在境外无马无法扫码的话 大家可以通过PayPal进行啊支持 然后其他的微信支付啊 然后啊 啊那个阿里配都是没问题的啊 大家如果有人说看不清的话 大家可以先截图 然后再放大我应该是完全没问题的 大家可以再试试 啊行 那我们就是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吧 他问了五六次了 那他是想问 呃就是说石老师之前推荐了 文武北洋的 呃 萧巡片和风流片 对北洋和民国时期的那些军阀和文人们很感兴趣 呃想问您有没有值得一读的相关书籍推荐 嗯 真没有啊 这个很抱歉 这个真没有 因为我本身呢就是其实对世界历史 尤其是日本史 呃欧洲史更感兴趣啊 中国史呢就这么跟你说吧 就比如我们家的这个书啊就是我们家的这个藏书啊就是一共有三十二格就是三十二层几个书柜加在一起三十二层这三十二层里面呢中国史的书只有五层日本史有六层啊然后两层宗教啊剩下的全是世界史所以本身这个中国史呢呃就是就是我看的就比较少 另外呢就中国史我最感兴趣的是民族关系史 少数民族关系啊就是辽金夏金元啊包括就是就是我上次讲的那些东西那是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我的强项啊对中国近代史我的兴趣度呢几乎就是零啊就没皇帝以后的历史啊基本上就没什么兴趣了所以你看我那个呃腾飞五千年就讲到宣统退位啊再往后我基本上就没没什么太大兴趣所以北洋的这个东西呢我看的比较少啊那文武北洋我也是听石老师说好呃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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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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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的 我们今天差不多也正好两个小时了 就非常感谢大家一如既往对袁老师的支持 如果就是对大家还可以继续扫描屏幕相关的ARIMA 我们会有视频回放 我们到时候也会单独把那个ARIMA给放出来 放到微信公众号面上 欢迎大家继续支持袁老师江山父母 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念节 都废得这么溜了 对 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念节 多谢多谢大家多谢 好谢谢ARIMA 谢谢谢谢 好谢谢袁老师 谢谢大家 好今天活动教授 后续的讲座我会跟ARIMA再联系 咱们再安排 好吧 好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